HELLO 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 今天這一集是非常臨時的一集開箱 也是人品打爆發的一集開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身邊的這一台 有沒有看到 PlayStation 5 PS5 今天上市中午開賣 但是我就是意外的 到了晚上就可以拿到 所以我今天很迫不期待 其實本來想要直接接起來玩 可是完全先開箱好了 但是這一台其實也有蠻多 知名網紅他都已經開箱完了 那我今天要開箱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呢 除了PS5之外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內容就是 他的大全 嘿 這些就是PS5的大全配家組 我們就接下來馬上進入開箱的部分 一起開箱去吧 首先我要來開箱的就是今天的主機 這一台 PS5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箱 它是 PS5 然後 支援了 8K 4K 還有HDR 好好摸喔 我們現在外箱看完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 紙箱上面打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條電源線 這個是主機電源線 然後再來旁邊這個是傳說中 這是PS5最厲害的搖桿 大家看一下 終於摸到了 這個觸感真的是不得了 這個就是它的底座支架 然後裡面還附了一條 這應該是HDMI 2.0的傳輸線 上面的東西開箱完之後 重頭戲來了 燈燈 今天的主角 PS5 開箱完成 哇 這台真的是跟傳說中說的一樣 它真的蠻大台的 所以它的主機裡面 它搭配的就是一台PS5的主機 然後一個搖桿 一條HDMI 2.0的線跟電源線 還有這個 過去它的PS有時候都 額外買的這個底座 它可以讓它站著或者是躺著用 那這個東西開箱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箱 其他的家族成員 我們就從大盒開箱到小盒好了 它叫做無線耳機組 把它開箱 無線耳機 哇 質感很不錯耶 而且旁邊還有一些功能鍵 像音量鍵 靜音鍵 充電的電源孔 然後電源開關 這個戴起來大概就像那樣子 感覺一下 抗照效果好像還不錯 剛剛戴起來感覺很棒 再來是第二個 大全配啊 一定要有的就是第二隻手把 為了要讓多人可以一起玩PS5 所以呢 大全配第二隻手把 我想應該是未來玩家 大家一定都會加購的東西 只是我們現在呢 就先把它埋起來 第二隻把手 真的很讚 這個把手 質感摸起來是 完美 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開箱這個 這個是充電座 充電座是幹嘛的呢 這個充電座就是用來 充電你的遊戲把手用的 因為有些要求特別嚴苛的玩家 他們可能不喜歡就是 無線玩到快沒電的時候 要去接線 就是一個不想要被受拘束的感覺 所以呢 就要特別加購這個充電座 我發現這次 PS的這些配件啊 包裝都還算是蠻仔細蠻細心的 因為它很多的面向都是鋼琴烤漆 所以它為了要保護它的 鋼琴烤漆的那種質感 所以都 都有加了一層這種 保護質 那這個裡面呢 就是一個電源線 然後這個充電座 然後一個充電線 再下來呢 這個厲害 這個叫做HD攝影機 聽說它是可以拿來支援 未來就是如果有一些 電動 什麼可能跳舞的啊 或者是一些 可以跟畫面裡面做互動的遊戲呢 它就會用得到 它可以拿來感應你的動作 我來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哇 它做的感覺很智慧 很智能 很科技感的一個雙鏡頭的攝影機 然後它連接著 直接連接著一條電線 然後它的電線頭這個是 USB3的接頭 再來 家族的最後一個成員 就是它了 這個東西呢 它叫做 媒體遙控器 為什麼要加工這個遙控器呢 玩電動就算了 為什麼還要再買一個遙控器呢 根據資深玩家的分享 這台PS5啊 它不只是一個遊戲機 因為它還是一個 就是家庭的娛樂中心 它可以讓你在上面 除了沒日沒夜的打電動之外 聽說它裡面還配備了很多 可以看 現在我們一般線上 要看的電影啊 以及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 可以用來上網等等的功能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 加購了這個 媒體遙控器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 一台有點像是 智慧電視盒嗎 還是 智慧電視的概念 靜看一下 這個就是媒體遙控器 它上面呢還有了 快捷鍵 Spotify YouTube Netflix 還有迪士尼耶 它這邊沒有放Apple TV 但是呢我聽說這裡面 已經有內建Apple TV的軟體了 所以也可以透過這個 多媒體遙控器 來控制它 那現在在桌上的這個全部呢 就是 這一次 PS5的大家族 也就是它的全配族 那我們開箱 就 暫時到這邊 到一個段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有請特別來賓 要進場 OK那我們現在就來 歡迎今天的 特別來賓進場吧 請進請請 欸 嗨 跟鏡頭打個招呼 這一位呢 是我們的 資深玩家一號 阿猴 那這一位呢 是我們的資深玩家二號 世子 因為我個人呢 自己是 就是PS系列的 非常輕步的玩家 所以如果我要講到非常深入 可能沒那麼專業 所以我今天特別 請了兩位資深玩家 就有什麼問題 我就問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資深玩家的話呢 就多聽他們兩個講 假如你跟我一樣 偶爾玩一玩 但是又對電動很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聊一下 首先我要先講 阿猴 為什麼會有這套 PS5的大全配呢 就是拜他所賜 這一台呢 就是他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非常地支撐玩家 我每次只要有電動問題呢 就找他 就對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講 為什麼你今天 這一次會跟大家不一樣 就直接買了大全配 就是覺得 從PS1到上一代的PS4 其實他每一代的遊戲 讓我非常地覺得都不錯 然後到PS4的時候 他有些配件 我覺得都是滿有用的 就針對家庭 家裡那些很多的遊戲 不同的類別 都是滿實用的 然後這一次一上市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不管是要攻擊耳機 這些都是跟我們都有相關的 所以就一次都給他買下來 因為現在不買以後還是會 因為你就是一個深度玩家 這些東西 只是先附跟後附 那其他市 你對於他買大全配的原因 有什麼想法 這台主機 很難買得到啦 因為現在台灣 有去問 他的發貨量其實不多 他可能是VIP VIP VIP 所以他才可以先拿到 我們中午都要用搶的 他不用搶 他打到電話 我們都要排隊 我們都要排隊 還買不到半台 然後他 他一通電話 一個簡訊 就有了 就有了 這種朋友要多教 他是 就你玩 就是PS系列 你現在覺得 看到PS5 跟你以前在玩PS系列 這些電動玩具 有什麼 就是今天他這個 有什麼感想 跟他分享 感覺手把這次變滿多的 他的握法 握感上 都增強了不少 比我之前玩P4 差滿多的 然後這次我有特別發現 他的這個 中間 輸入的這個按鈕 以前都是 對 圓形的 然後他現在直接做成 一個PS的logo在上面 這個地方 對 那除了帶大全配之外 給你介紹 他還帶了五片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帶了五片遊戲片 來 交給你 首先 這片是蜘蛛人 在PS4的時候 他的畫面是在炒棒 而且 現在我家裡有兩個小孩 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他們 現在從兩歲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讓他接觸這個遊戲 因為主要 是讓他們訓練他的反應 跟一些邏輯能力 所以玩這個真的可以像蜘蛛人一樣 這樣 當然不會 可是讓他們有點想像空間 感覺自己像他 訓練一些手指的能力 然後我可能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會有辦法去處理 這是我的想法 OK 然後第二片 就是那個 決勝時刻的黑色行動 冷戰 這部分 這個遊戲的話 就是線上射擊的 基本上我們在多人對戰 多人射擊網路線 因為可能是我們年紀大的關係 基本上我們只要線上 去跟他對戰 每次都是被虐的本 被虐 對 可是這個可以自己 就是自己三五好友 我們就 一起玩 還有認識的Call一Call 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手速也不夠快 然後反應也不夠快 但是遊戲就是只是開心 然後加上這一代 然後基本上我們這次 特別幫我 準備在這套BS的老闆 特別給我推薦 我這一代的那個追光 還是 一個畫面 一個畫面 比較好 所以要推薦我買這片遊戲 所以我也買回來 就是我們要吃 就是因為要吃熱的感覺 對 我有聽說追光這件事情 就是以前過去的遊戲都是 光線都是從一個定點打下來的 對 因為它要變那個光影 老實說 對機器的處理器 運算非常吃力 對 但是這一次啊 有一些遊戲它支援了 剛剛阿宏說的追光 就是它可以照你 依照你不同 玩遊戲的場景 去改變那個光線的角度 對 所以就感覺它更真實 對 所以這也是PS5 非常大的一個亮點之一 好 再來第三片 第三片這個 是小小大金球 基本上在PS4的時候 我有買一個這個遊戲 基本上這不太適合我這年級的人在玩 那它適合你幾歲 我一樣我覺得是在 三歲以上的小孩小朋友 就可以開始玩 因為我覺得這個蠻可愛的 蠻適合就是親子同樂 所以我 因為我常常會跟我小孩一起玩遊戲 可以達到那種親子同樂 然後可以增加我們溝通空間 我覺得這個理由不錯耶 我等一下也要跟我太太說一下 對 因為衛寶他現在剛好兩歲半 差不多再過半年 就跟阿虎說人家變三歲 這個遊戲我先買起來等 然後機器我可以先認識他怎麼玩 等到衛寶三歲的時候 我們最喜歡這個遊戲 好 這招不錯 來繼續 還有另外一個 這一次有推出來 就是NBA的 20 2K 21 最新 這個基本上我是 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NBA遊戲是比較少玩 但是我為了要體驗一下他到底是 他的畫面處理的怎麼樣 我也是 買來我們先試試看 因為相信很多玩家對這一片是 期待非常深 好再來最後一片 最後一片 最後一片的話就是 魔物獵人 這個基本上我對他的動作 他的動作流暢度 是期望蠻大 因為他之前在前幾代 他的那些動作 技能數 還是那些畫面 讓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PS5我當然是 也是 想要看看他 跟之前 有多大的彩 了解 好 這是第五片 世子 剛剛阿虎介紹的這五片 你最有興趣的是哪一片 應該是槍戰吧 槍戰那一片 這一片 這一片 因為這一次手把改了很多 聽說他連扣板機 給的回饋也是很真實的 假如你現在是拉弓箭的話 可能就會變得很緊 讓你有拉弓 拉到很後面的感覺 然後你槍的時候也是 槍在扣板機的時候 會有感覺就是 給你扣一下那種感覺 很像那種 對這種感覺 所以你最經常玩的是射擊遊戲嗎 對 但也是最容易死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剩下的畫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 開始試玩的部分 今天有特別 加以準備一台4K電視 我們就順便把這台 PS5的畫質 秀給大家看 那記得喔 如果你要往下看的話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是用4K拍的 所以在看後面的畫面的時候 記得要把畫質調到 至少1080p以上 這樣就可以看到 最真實的畫面 OK那我們就進行 開始試玩吧 我們來看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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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测试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手把有语音通话 那个你再讲话一下 听起来会断断续续这样 可是我们听你是蛮清楚的 好从刚刚到现在我们从设定完 然后一直开始玩到现在 大概已经差不多5个多小时了 现在时间大概是凌晨2点多 今天这个体验PS5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感谢阿宏 提供这个大全配 然后游戏有5片 我发现坐在电视前面 喇叭的感觉是很重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 PS5的开箱影片也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还没有买PS5的人 赶快去排队买 因为真的很值得 值得推荐大家去买 好不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要 赶快买到PS5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我会请阿宏 他是VVIP 看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帮忙一下 不一定喔 不保证买得到 但是至少帮忙一下 好不好 OK 那我们的影片到这边啦 下次见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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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超帅 等一下 其后这个电话会很超多 不會啦 我不会一直打给他 你要有一个后续吗 这支手把 这支手把 其实重度玩家的话 两支手把是不够 最好再多买两支 因为 他这支功能很多 所以只能秤4个小时 喔 所以重度玩家 是推荐 再多买几支 不然我家里那支PS 對不對 我女儿给我摆在一边 两天以后还可以用 这个如果照这样喔 把一个一拜一天 就没了 你玩玩玩玩机关 然后下次再玩就没对 对对对 因为他不是一直在那个吗 一直在感应 喔 所以这是幕后花絮喔 小佩服跟大家讲 資深玩家才有的 像我这种 超轻度玩家 我就完全不会考虑到这件事情 好啦 在这边啦 掰掰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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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